我們看這題目 坐標平面上兩圖形γ1γ2 它的方程式分別為γ1 這是x加1過號平方 加y平方等於1 γ2 這是x加y過號平方等於1 請問γ1、γ2 共有幾個焦點 那首先呢 γ1 方程式為 這是x加1過號平方 加y平方等於1 所以這是圓方程式 我們可以假設 它的圓形呢是O1 坐標為-10 那麼半徑r 這等於r平方等於1 r是等於1 那麼γ2 它的方程式為 這是x加y 過號的平方 等於1 所以 這個可以化為是 一個是x加y 等於1 還有另外一個是x加y 是等於-1 所以呢我們得到 這是兩直線 我們假設這個直線 我們假設這個直線是L1 那方程式我們把它顯成是x加y 減1 等於0 那麼這直線假設是L2 換成4我們把它顯成是x加y 加1 加1 等於0 那麼由這裡呢我們去計算 這個圓形O1 到L1的距離 那我們以這樣來表示 是O1 到L1 的距離 那利用 這點到直線距離公式 這等於 這是根號 1的平方加1的平方 所以這裡是根號2 那麼分子呢是取決類值 然後我們以-10代入 所以這裡是-1 加0 -1 那麼這等於 這裡我們得到 這是-2取決類值是2 2除以根號2呢 這是根號2 那麼這是大於1的 那麼L2 這裡呢我們去計算 這圓形O1 到L2 的距離 那利用點到直線距離公式 我們可以寫下 這一樣是根號2 分支 這是 以-10代入 所以是-1 加0 加1 那麼 這距離我們算出 這是0 所以代表呢 L2 是通過 γ1的這個圓形 然後呢 L1 因為 它跟圓形的距離 大於1 所以跟這個圓呢 是不相交的 因此我們可以畫出 這個圖形 那麼這是 γ1的圓形 那這裡呢 這是L2 它通過圓形 所以跟圓呢 會有兩個焦點 那這裡 這是L1 它跟圓沒有焦點 因此我們回答 γ1 γ1 γ2 共有兩個焦點 我們這裡答案是要選 2 這個答案 我們會有一個焦點 我們會有一個焦點